國際焦點先來關注的是 日本宮崎縣發生7.1的強震 引起日本上下的高度關注 很多人主要擔心的就是 這百年一遇的大地震 是不是真的快要來了 因為宮崎強震的震央 就位在南海的海潮邊緣 日本氣象庭甚至市井 一週內發生大地震的概率提高 另外像是今天晚間7點左右 靠近東京的省內川 又發生規模5.3的強震 不過還好專家初步研判 今天的地震跟南海海潮的關聯性 不算大 絕對不是眼花畫面自主搖晃了起來 還傳出撞擊的聲響 另一邊車輛行經大橋 監視器鏡頭也瘋狂擺動 這是日本九州 週四突然遇上地牛翻身 事發在日本時間 下午4點42分 氣象庭短時間規模就上修到7點1 這回正央位在宮崎縣 東側海域日向灘 深度30公里 屬於極潛層地震 地震當下電視台員工緊急躲在桌子下避難 日本氣象廳更在當天一度發布海嘯警報 所幸沒出現預估的一公尺海嘯攻擊港偵測到浪高50公分 不過由於震央就位在南海海潮一帶 日本政府封緊神經 2019年後首次發布巨大地震注意報 範圍從磁城一路到沖繩縣 而震央附近先前曾經有過案例 主震後的48小時內雨震不斷 這次宮崎縣陣連遠在東京大阪都感受到搖晃 不免讓人想起311大地震所帶來的慘重災情 因為日本氣象廳專家早在2019年就展開評估 南海海潮一旦發生大地震 光是海嘯造成的罹難人數 就上看23.1萬人是311的14倍 整體死亡人數恐怕高達32萬人 南海海潮本來就常有地震 位在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的聚合處 不少學術研究分析 100到150年會出現規模8或9以上的強震 這次7.1地震過後板塊錯位 專家擔心接下來恐牽動頻繁的地底活動 引發更大規模的地震 南海海潮區域從本州靜岡線延伸到九州以東四國以南 綿延700公里水深超過4000公尺 影響範圍相當廣泛 這次有碼頭旁出現土石崩落 還有房屋嚴重倒塌 就怕又有地震導致災情擴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取消出訪作證 而日本8月中旋適逢每年暑期廉價 漁蘭盆結慶典活動照舊舉辦 德島縣率先承諾傳統的阿波5G不會停辦 但旅遊旺季大眾運輸先受影響 東海道新幹線9號起一週降速慢行 JR東日本部分路段也跟進降速 TVBS新聞 縱導 歐國日本仍然是台灣民眾最愛去的國家 台灣人超愛去日本旅遊的 不僅學的食物好吃 而且很多地方都相當的相似 那麼只是說現在大家說 也是因為大家這麼愛去日本 所以也讓日本的觀光財賺爆爆 我們現在在銀座的商圈 然後這條非常的熱鬧 現在我們鎖定的是香水店 熱鬧高級的銀座 百貨公司林立 網紅皇室兄弟 趁暑假直飛日本東京 到精品時尚一級戰區 找城市限定香水 主要是找香水 因為現在夏天 我們要找一款就是 比較適合夏天的味道 香水是不少人到日本旅遊 會特別入手的購物清單 繼疫情解封後 黃氏兄弟已經飛了9趟日本 雪季的時候去了北海道滑雪 然後去沖繩 然後也有去大阪自駕的自由行這樣子 然後也有來東京滿多次 台灣人超愛去日本旅遊 不僅食物好吃也非常好購物 但大批觀光客到日本 也讓一線城市機場變通關地獄 光排隊通關就要一到兩小時 我記得我前幾個月來 我們只要一個小時入關 然後這一次要將近兩個小時 我還以為我在環球 還遊樂設施這樣子 就說怎麼還沒有出去 怎麼還沒有出去 因為日本有些店 其實是比較早就關門的 如果你卡了一些出境的時間 就會有一種 損失掉一點旅遊的那種 時光的感覺 來到關西機場 出境人潮非常多 今年4月 國際線外籍旅客人數 達到159萬人 創30年新高 國際旅客拖著大大小小的行李箱 排著長隊 得提前好幾個小時到機場 等待辦理登機手續 旅遊達人建議 若不想排隊 可以選擇二三線城市機場進出 避開擁擠人潮 提升旅遊品質 東京周邊的話 就是池城縣的池城機場 如果是說九州的話 你可以選左鶴 那你就一邊玩當地 然後就是 反正我們旅遊一定有 想看很多東西 可能郊外的東西 你有想看的 你就先玩郊外 然後再玩到東京 最後再從東京的機場 出去的話 你還是可以購物 就是你兩個目的就可以達成 而為了縮短外國旅客 入境通關的時間 日本政府將推出 預先通關新制度 預計明年1月起 優先試用台灣旅客 會再逐步擴大到 其他國家與地區 但遊客擠報日本 曾經困擾日本的過度旅遊問題 也再度浮現 大阪知名地標 顧利果跑跑人 去許多觀光客 來到日本拍照打卡的景點 根據日本觀光局的統計 今年上半年訪日的外國旅客 已經高達了1778萬人次 創下歷史新高 但外國旅客蜂擁而至 日本的觀光地區 人數已經遠遠超越當地負荷 也帶來觀光公害 大阪主要商業區的 道頓窟商店街 觀光人潮擠滿街道 雖然有設置多個垃圾桶 但旅客太多 清潔人員來不及回收 垃圾散落在垃圾桶旁 爆料的觀光客 為商家帶來前潮 但也帶給當地居民 龐大的垃圾處理問題 像日本是一個垃圾分類 非常分明的國家 可能在自己的國家 沒這個習慣的時候 就會造成他們的垃圾比較多 或者是說把大型的行李 遺棄的東西直接放在飯店裡面 因為他們這樣子 回收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都是要收費的 所以也會造成他們飯店房 蠻多的困擾 日本當地居民也坦言 熱門景點擠滿的觀光客 的確帶來不變 不僅交通不順暢 居住環境更大大受到影響 還有 在哪裡都會有很多人 在大阪住在大阪 還有 父母有很多人 所以人混亂 像如果我們就以進度為例 像我一個朋友在那裡上班 他從停車場 要走到他上班的地方 每天都要花20分鐘 他就會覺得這個壓力很大 然後像有些人的門口 就會特別要留一張很大的海報寫說 不要在我家門口吃東西 我們自己要注意禮貌 不要一副就是我們就是觀光客 我幹什麼就是會被原諒 不要這種心態 如何在人文與人潮間取得平衡 是日本政府當前迫切要處理的問題 但外國觀光客也得尊重日本文化 禮儀規定當個友善的旅客 日本的美麗和文化才能長久保存下去 TVBS新聞 黃冠偉劉彥宣 日本東京大阪採訪報導 好 繼續奧運的賽況 我們帶您來看 巴黎奧運美國夢幻籃球隊在四強賽 擊敗賽爾維亞晉級金牌戰 將重演東京奧運的戲碼跟法國爭金牌 不過四強戰其實美國隊真的打得很驚險 一度還落後對手多達17分 是一直到最後一節才打出攻勢 那麼最後一次參戰奧運的詹謊 也繳出了大三元的成績 39歲NBA球星Laborn James 證明自己飽刀未老 他所率領的美國夢幻籃球隊 在巴黎奧運四強賽打敗賽爾維亞晉級金牌戰 這場比賽詹謊也繳出大三元好成績 共拿下16分12籃板和10次助攻 他在奧運殿堂兩度完成大三元紀錄 也成為史上第一人 另外Steven Curry這場比賽表現也可圈可點 全場轟進9顆3分球狂砍36分8籃板 加上杜蘭特的穩定發揮 才幫助美國隊拿下金牌戰門票 美國隊雖然有三大天王領軍 但四強賽贏得相當驚險 前三節打完還以63比76落後 由當季MVP Jokic領軍的賽爾維亞 美國隊直到最後一節才發起攻勢 以95比91逆轉獲勝 分析賽爾維亞這場比賽其實有三大致命傷 分別是第四節三分球集體熄火 九頭零重 還陷入犯規麻煩 第四節不到兩分鐘已出現三次犯規 最後也擋不住美國隊球星單打應節取分 而美國夢幻南籃順利晉級後 等於又要重演上屆東京奧運決賽戲碼 與法國隊爭奪金牌 這次地主法國隊恐怕還是不太好打 因為當中有NBA馬刺隊新星斑馬 和年度最佳防守球員輝狼隊中鋒戈貝爾 這兩人一人身高226公分 另一人216公分 將成為最難突破的禁區雙塔 加上國際籃球總會也沒有防守三秒為例規則 對於將進一步提升法國隊的互狂優勢 另外NBA這幾年陣容更加國際化趨勢 也幫助其他國家的隊伍縮小實力差距 先前NBA曾公布2023到2024年賽季中 國際球員達到創紀錄的125人 其中來自加拿大的有26人 法國居次有14人 若在攤開ESPN Fantasy根據現階段戰力 所做的2025NBA五大球星榜中 從第一名的獨行俠一哥 到第五名的公路隊字母哥 通通不是美國人 一些高手分散各個國家隊 也提升奧運賽事的可看度 不過對沾黃而言 當然還是想在最後一次奧運參戰中 再添一面金牌 這場美國法國南籃大對決 將於台灣時間11號凌晨3點半正式開打 點新聞 綜合報導 值得大家關注的還有這次巴黎奧運 新增的霹靂舞比賽即將登場 這次男女總共32位選手 將首度在五環殿堂尬舞 而我們的台灣好手孫正 會在小組賽第一組出賽 對上摩洛哥以及荷蘭的對手 他們都是世界敵榨賽的獲獎常客 而另外霹靂舞發源地 美國代表隊也是實力堅強 目標就是要摘下金牌 那麼霹靂舞要比什麼 主要的有四個基礎的舞步 像是搖滾步 排腿 大地板 以及定點 那麼看的就是 招式的多元性 技術性 執行力 音樂性 以及那些圈賽選手的原創性 代表台灣出賽奧運首次的霹靂舞項目 孫正要登上巴黎五環殿堂 而這可能又是一場神仙打架的精彩場面 因為對手個個是高手 存在紅牛世界霹靂舞大賽奪冠的 美國B-Boy Victor Montavo 就是這一次很多人開好的奪冠大熱門 即興起舞自成一格 Victor Montavo來自美國佛州 爸爸也是B-Boy 六歲開始就受到父親和表兄弟影響 愛上霹靂舞 為了練舞還載學 差點鬧出家庭革命 17歲獲得第一個大賽勝利後 打響名號 這一次披上美國國家隊服 目標就是摘金 就是享受這個程度 因為首先這是舞蹈 這是一個藝術 這是一個藝術 這是關於 誰有更多表演 誰有更多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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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奧運第一次把源自街頭的霹靂舞 放上競技體育殿堂 也要讓全球觀眾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舞者 都有不同風格 像是來自摩洛哥 暱稱為B-Li的選手 我跟朋友們學習的基本道理 我有一個觀念 但也有一個強勁的能力 完全都靠自學 才20歲的B-Li跳舞6年 就取得了奧運資格 也是摩洛哥第一位霹靂舞國手 為了霹靂舞甚至還自己學作曲 但是這一次在奧運 會播什麼音樂 選手和評審都不會先知道 相當考驗選手的經驗和創作 法國派出的就是有20年 自立的霹靂舞者Dan 我的名字是Dani Seville A.K.A.B.Dan 因為這是我的B-Boy名字 我從36歲 我從20年到20歲 我代表法國人 還有我的隊伍 我代表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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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鮮豔多變的髮色 可能是大家第一眼會注意到的 出生於法屬幾內亞的Dan 14歲就開始跳霹靂舞 19歲開始轉向專業舞者 已經是多項大賽的常勝軍 巴黎作為這次主辦城市 新增霹靂舞 當然也是希望把獎牌留在法國 也讓更多人關注霹靂舞文化 1970年代 源自於紐約布朗克斯區 霹靂舞一開始流行 主要是從 非裔和拉丁裔居多數的社區 逐漸在街頭壯大 各種意想不到的編排 定點頭轉 大動作的肢體扭轉 搭配節奏性強的音樂 霹靂舞成為了街舞四大元素之一 這一次在奧運會有九位評審 依據身體動作 想法 音樂性等五大原則來評分 而這舞台也是講求性別平等 各16位的B-Boy B-Girl 競逐獎牌 講話輕輕柔柔 一跳舞就霸氣外露 35歲的Sunny是韓國移民第二代 從體操轉戰霹靂舞 熱愛跳舞的她 還放棄了美中品牌 年薪千萬的總監位置 另外這一次能站上奧運舞台的還有她 代表烏克蘭出賽的Kate 其實就是美國代表Victor Montalvo的太太 這對Breaker夫妻一起挑戰奧運 也為比賽增加更多看點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就是今天十點不一樣精神 我們先來關注的是中共對台的聯合戰備警巡 常態化以來海軍主戰艦艇的戰備壓力 是越來越大 難以消除 更大幅的壓縮了進場維修保養的時間跟空間 但這一點日前遭到審計部的報告點名 海軍沒有辦法按時交收 將導致艦艇妥善率難以維持 而新型的拖船採購又延宕 同樣也遭到批評 海軍戰訓輕快兵力率先出動 開闢安全航道 因為大船出港需要時間 更需要推手 哪怕盾位和基隆級或玉山艦相差近十倍 拖船家族馬力 扮演主力軍艦 重要飲水人 儘管海軍現階段的造艦規劃 偏重小型火力艦 不過既有的拖船陣容 也是時候與時俱進 說成功級它還有APU 可以輔助推進系統可以推出來 可是對於玉山這種 肝險比較高的 它會受風流的影響更大 所以它需要這種大型的拖船 我們現在的國軍有沒有 有1800匹馬力跟1200匹馬力的 這些其實對應到磐石 或者是玉山艦的時候 都有一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添購進度不如預期 審計部率先發難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部直指國防部 早在108年就核定購案 金額9.68億 原定在113年之前 籌獲7艘3200匹馬力的新式港群拖船 但在112年底以前 海軍的預算執行率只有16.15% 導致計劃必須展延 連帶時的總經費必須增加到20億 那但是預算的餅就是這麼大 那之前多給了塔江這種船一點 那當然也就是這種大型的拖船 它就會少一點 那所以我們講說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預算流用跟預算配當的一個不同觀點 那但是我們講說 如果以建軍備戰來講 那最少一次不能夠全部籌獲的話 最起碼也應該部分的先完成 是否能夠全部歸因於預算互相排擠 意見還在拉扯 但是前線求兵若渴是不爭事實 中共海軍聯手海警 早已將聯合戰備警巡化為 對台威嚇的例行公式 我國海軍出兵對應監控 艦艇單位的訓練和戰備 分野逐漸模糊 連帶影響了保修進度 其實海軍用兵是學習勞美 三分之一扶勤 三分之一訓練 三分之一維修 但是他執行一些任務 或者是艦隊手上的兵力 不太夠用的時候 他會延後一點時間 向場裡報道 沒準時進場維修也成了檢討標的 審計部認為 前年海軍辦理年度計畫 交修114艘次 卻只達成了42.98% 而在2023年7月底前 26艘一級艦 有14艘未依規定週期修護 將導致後續非計畫性維修幾率大增 影響戰力 以前那時候有海沙超演 這是個海軍的大型的 年度的大規模的演習 那當然就是要等這個任務執行完了 才能夠去維修 但有時候這個任務執行完 下一個任務又來了 最近這兩年海軍的艦艇就是 面臨這個困境 我們一對一的來 對共艦來實施並行監控 阻止他進入我們的臨海 幾乎可以動的船都用上了 還不太夠 海軍現役人員私下透露 窘況有口難言 專家再次試警 國軍的處境高機率 是中共計畫性作為 然後台灣很想來做人 中共基本上他是做過平衡 他覺得他這樣很硬 他可以信念到他的海域 在不同的海項 在不同的海域 怎麼去操作 怎麼去去用戰術 怎麼去面對 那第二個 他也了解到他這樣來 我們就必須要去應對他 那我們如果要必須要去應對他 那就面對我們就是 沒有辦法去 何況今年之內 進破台灣本島24海裡的 不只解放軍 海警 科研船 還有民間船隻 我國的海軍徵詢兵力 都不能無視 維持國家安定運作 執行和機查兩端 本就不同的做法和觀點 因為威脅情勢 更加被突現 特別新聞 吳輝燕一日 拍不到 再來看的是 國發會公布了 六月景氣燈號轉為紅燈 這也是睽違兩年半來 首次出現的紅燈燈號 主要原因就是靠著製造業 出口改善了燈號 像是石化 礦產品 還有機械等等的出口訂單 轉正變好 以及各界看好AI消費應用的拉抬 但是專家也分析了 目前是紅燈的最下線 如果下半年美國的經濟走向疲弱 終端消費市場就會減低 那麼台灣的出口動能也就會因此削弱 成為了經濟成長的一大隱憂 在剛出爐的麵包上擠上奶油 淡莓口味或是灑上巧克力脆片 各種口味應有盡有 成為店裡的熱賣品項之一 從俄武戰爭開打 全球通膨壓力不斷上升 到現在終於有稍稍回穩 但原物料成本依然很高 對店家來說都是壓力 對紅培業來說的話 它很多東西是依賴進口的東西 例如一些非常高級的奶油 還有一些麵粉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第一個叫打漲 像烏克蘭打漲就有差 第二個害怕的就是船運有問題 像以這半年漲幅最多叫做巧克力原物料 像巧克力原物料跟去年比 已經上漲了超過100% 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降低 內需消費市場也有回溫 對連鎖烘焙業者 餐飲業者來說 終於看到消費者購買力道 開始出現 第二季普遍是比第一季好很多 在第一季過完年的時候 是還蠻辛苦的 那在第二季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假日的時候 所謂的週六週日 有明顯感受到人潮的出來 可是相對在平日會比較辛苦 每個人每天脫離不了的 就是飲食的消費 所以對於連鎖業者來說 第二季相比第一季的消費是提升許多 這也是六月景氣燈號 睽違兩年半來再度亮出了紅燈 但這代表台灣的景氣真的回溫嗎 國發會公布六月景氣燈號 綜合判斷分數是38分 比五月增加兩分 突破代表趨熱的黃紅燈區間 轉為熱絡紅燈 上一次亮出紅燈已經是2021年12月 這次再度亮起紅燈 主要得靠製造業出口改善 包含石化、礦產品、機械等等 出口訂單轉正 以及各界看好AI消費應用的拉抬 機器燈號雖然已經到了紅燈 但是它還是在紅燈最下線 它會是紅燈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出口有好轉 但是出口其實在下半年還是有些疑慮 所以說我個人是認為 就是這次的紅燈 有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未來特別是下半年 它應該要再持續 其實困難度還是滿高的 以六月景氣燈號的九項構成指標中 工業及服務業加班工時 有綠燈轉為黃紅燈 分數增加一分 海關出口值有綠燈轉為紅燈 分數增加兩分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則由黃紅燈掉到綠燈 分數減少一分 其餘的六項燈號維持不變 儘管整體景氣燈號分數提高 但專家分析 下半年一旦美國經濟走向疲弱 終端消費市場就會減低 台灣出口動能就會削弱 下半年我的判斷 AI相關產品或者是科技產品的出口 會有比較大的疑慮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現在 在我們的股市的表現上已經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對AI的熱潮 到底能持續多久 現在已經大家有點疑慮 天主會在9月降息 他搞不好會一次降兩碼 而不是不見得是只有一碼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會擴大 他降息的規模 這些原因就是會促使美國的經濟 可能就是在下半年會有比較不好的表現 近期台股動盪 下半年AI股是否能繼續帶頭衝 仍得再觀察 還有美國經濟變化 也將牽動台灣的出口表現 國際上的波動 包含尾巴衝突 以及美國大選 連準會降息都是潛在風險 從第三季 第四季開始的話 大概這種復甦的態勢就會慢慢減弱 最主要原因還是回歸到激起的因素 因為現在整個國際環境 主要市場它的需求 並不是特別強勁 因為有通膨的原因 因為央行還是以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在營營通膨 AI需求大概就是會延續 可是短期間我們又看到一些 可能供需的這種施衡 儘管亞洲開發銀行小幅上修 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從4月預估的3% 上修到3.5% 台灣的經濟動能 仍舊存在不少挑戰 TVB新聞中的王 劉宜君台北採訪 本房稅2.0上路 非自己用多屋族的房屋稅加重 但是也有不少住宅 是可以免房屋稅的 台北市住家房屋限值門檻 10.9萬元以下的住家是免徵房屋稅 但如果是非住家的營業用店面 商場辦 即使房屋限值低於課稅門檻 仍然要繳稅 那麼台北市的免稅案件 就增加了許多 這代表的是老屋越來越多 來到公寓頂樓 施工人員拿著電鑽裝修 水電管線重拉 屋主想要打造具個人特色的風格 它是一個四五十年的房子 那屋主就是把它重新的做翻修 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住家的設定的格局 那有客廳 餐廳 廚房和廁所 這樣子 那舊屋翻新最主要還是在基礎工程上 就是水電管路這些部分 老屋翻新有市場 因為不一定每個屋主都想要都更 舊屋翻新的客人也是不少 而且持續在成長 那我們會跟業主問 為什麼你房子會需要 你有考慮都更嗎 那我們得到的是 他們也有找建商或是找都更 但是可能得到的條件 並不如預期 沒有辦法像早期 例如是一瓶換一瓶的 那這種情況下 一些屋主他可能就決定就是說 那不如他把他的房子 就舊屋翻新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來住 還有另外一件 有房一族會特別注意的事情 就是7月屯房稅2.0上路 明年收到稅單 非自用多屋族的房屋稅要加重 台北市其實大概也是有18萬的房屋 就大約是兩成左右的房屋 是屬於免稅的 也就是說它第一符合 它的評定限值是15.9萬以下 再來它是屬於住宅使用 換句話說 那這些老屋老宅 目前其實不太堪使用 那其實真的應該要列為都更或為老來處理 整體的一個老屋的成長 是大於新屋的成長的 我們看到目前台北市30年以上的老屋 我就占了7成以上 那每年的這個平均屋齡也是不斷的上升 根據北市稅捐基增處公佈 去年基增的房屋稅最新數據 住家用房屋共95萬8987萬件 其中印稅77萬7653件 免稅案件達18萬1334件 佔全部住宅件數的兩成 和前一年相比增加5920件 在我這一邊的是都更建案 另外一邊則是屋齡超過40年的老屋 台北市有不少的都更新屋推案 等供給相對緩慢 不及屋齡老化的房屋數量 屋齡超過30年為老標準的房屋 有65.3萬戶 而且持續增加 利於課稅門檻的房屋 會越來越多 這幾年其實看到 非常多的居住安全的事件 包括老屋的坍塌 或者是老公寓年級有失修 其實也造成非常多 實際上的一個生活成本 也有非常多的老人居住在老屋 那它的一個屋況是堪綠的 也會造成居住上的安全 所以事實上這些老屋 到進入到一定年限 或者是它的屋況 已經敗壞到一種程度 其實在居住上面 會帶來一定的危險 老房子多 美觀是其次 但也涉及到居住安全 因為921地震前興建的房子 耐震能力不足 今年的403地震 也喚起民眾對老屋議題的重視 台北市政府在這個地震之後 也推出了一個 房災容積獎勵的計畫 也就是說 你是屬於這個 當時設計的時候 沒有考慮地震力的這些建築物 都給你額外30%的一些 額外的容積獎勵 在這個獎勵措施之後 確實只要現在台北市的房價 在110萬以上的話 確實都有一瓶換一瓶的機會 在這樣一個鼓勵之下 前台北現在大概50年以上的房子 可以說幾乎每一棟都在談 都更改建 剛剛有提到 老房子的稅比較低 甚至可以免稅 但都更之後 房子變成新的 屋主要繳的稅就提高 政府為了鼓勵這個都更改建 他也規定 只要你是經過為老 或者都更改建的房子 他給你這個房戶稅 跟地價稅的減半的措施 在改建後不做轉移的話 這個優惠措施減半措施 可以延到10年 就總共有12年 這個也確實對這個民眾 對這個稅戶上 讓他有一點誘因 政府祭出課稅優惠 鼓勵都更或改建 讓拆房子的速度 可追上屋林老化的速度 TVN新聞 陳歐祥 張家寶 王會與台北採訪報導 為了節省餐費 或者個人的飲食考量 很多民眾是選擇 自己帶便當來解決午餐 不過自己帶便當其實也要小心了 就是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以及選擇食材 也很容易導致食物的變質 尤其是夏天 上次養師就提醒 千萬不要吃完晚餐 再把食物打包帶成便當 因為食材已經沾到口水了 很可能會造成食物的變質 另外蔬菜的選擇 也要避免使用生菜 因為水分也容易自生細菌 這是我今天的午餐 我準備雞肉花椰菜跟毛豆 打開自己前一天製作的便當 白飯上鋪滿雞肉 還有綠色蔬菜 我帶便當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那時候想要帶便當 其實一開始最初是很想要省錢 就覺得自己料理的話 我自己買這些蔬菜 然後可以讓自己吃得很健康 在食材上其實沒有到省非常多 但另一個好處會是 我發現在工作上會變得很有餘裕 就可能在中午的時間 其實不用出去想吃什麼餐廳 然後要找什麼 然後或是我必須要等在這邊排隊 所以我可能可以加減 就省到一些時間 可以馬上回到工作崗位辦公 除了健康又節省時間 讓Jocelyn帶便當 就維持了一年的時間 不過自己準備便當 都必須要撐到隔天中午覆熱 食材上的選擇也有些心得 之前有試過 就是最新鮮的菜 葉菜類的 想要就燙過之後再重新煮 當然就會變成整個飯都濕濕的 我覺得口感沒有這麼好 然後再燙過之後加熱的 氣味好像也不夠 確實放入容易出水的蔬菜 就是一項NG行為 特別是生菜類 如果沒有徹底排除水分 很容易滋生細菌 影響到其他餐點 另外食物沒有確實加熱 或是放入半生不熟的料理 也要小心 因為你便當做完一定是隔天要吃 那你隔天要吃的便當的話 雞肉類你可以選擇雞腿的部分 因為雞腿它的 就是雞肉的纖維的關係 所以它放到隔天吃起來 還是很嫩 對 那如果說你就是 是選擇雞胸的話 因為雞胸它煮完之後 它的水分都會慢慢流失掉 到了隔天可能會稍微乾柴一點 而以這家健康餐盒來說 當天中午的蔬菜 有高麗菜 花椰菜還有芥蘭 滷豆腐擔心有湯汁 則特別用盒子裝起來 避免影響到其他食材 因為食材會腐敗的話 大概最重要就是三個元素 空氣 水分跟溫度 容器的話其實可以選擇 像現在市面上有賣很多的環保材質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 就是不會分辨環保材質的話 也可以選擇就是用玻璃的容器 玻璃材質不論是微波或是電鍋 蒸香加熱都沒問題 但營養師也提醒 前一天裝便當的時間點也要注意 晚餐煮好了想要帶隔天的便當 建議大家在吃之前 就要先把便當給裝好 那就是直接送入冰箱保存的話 就可以減少細菌滋長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如果今天是吃完的晚餐 剩下的菜然後再拿去裝便當的話 就很可能會沾附我們或家人的一個口水 那就會提高細菌滋長的一個機會 而在裝便當時也要避免 在食物還熱的時候 就立刻裝進便當盒蓋上 因為便當內產生的熱氣 可能會造成食物變質 等菜色冷下來之後 再裝進便當盒比較安全 那細菌喜歡滋長的溫度 是7到60度C之間 那其實溫度又溫暖 就像我們夏天的溫度的話 是它更喜歡繁殖的 所以盡可能就是你從冰箱拿出來 到你到公司的這個路途當中的話 盡量縮短這個時間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用保冷袋 然後讓它的溫度是比較呈現低溫的狀態下 那細菌也比較不容易滋長 那到冰箱的時候就趕快冰起來 然後記得一定要覆熱完全 因為有時候在微波加熱的時候 它可能會就是溫度受熱不均勻 你可能在這一面微波之後 幾分鐘你可能要再換一個面 再微波幾分鐘 或者是翻動了之後再微波 這樣的話才可以完全的就是覆熱完全 自帶便當看似簡單 卻藏著許多的細節 畢竟一般人沒有學習過 專業的衛生安全 一不小心健康的便當 可能就是讓你跑廁所 進醫院的遠胸 TVB的新聞 正身為何將的謝丹慈退報導 好 健康的話題來關注肺腺癌 它是非小細胞肺癌的一種 佔所有肺癌大概60% 這種癌症主要發生在肺的外圍 吸菸跟非吸菸者當中都可以看到 因此肺腺癌是一種常見 而且致命的肺癌類型 健康檢查的時候就發現 有那個幼肺的腫塊 後來經過手術切除 是 手術切除之後 後來又發現肺部的熱膜 好像也有小的結結 連小姐兩年前照胸部S光出現異常 發現右胸有3到4公分腫塊 進一步到醫學中心檢查後發現 罹患肺腺癌第四期 積極接受醫師安排 後續治療 我當時因為工作壓力也很大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心理因素也會造成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讓自己不要有壓力 然後免疫系統才會好 真的要對自己好一點 然後可以多出去走一走 然後讓自己心情愉快這樣子 接受手術治療 手術治療之後又發現 有這個熱膜轉移 以及是第四期的狀況 所以之後做精檢測 標靶藥物治療 持續控制 目前只用標靶藥物已經超過 兩年半的時間 治療效果良好 腫瘤都沒有再生長 現在的微創手術進步 包括達文西手術 包括胸腔鏡手術的進步 手術基本上只要住院3天到4天 通常最多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就可以回到日常的生活 因此手術對早期肺癌治療 其實現在已經是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安全容易的事情 肺癌以往發現是因為疾病的進展 腫瘤到了一定的大小 產生的局部壓迫或侵犯的症狀 例如咳血 呼吸疼痛 會喘 這樣子情況下病人不舒服 才到醫院檢查 進而被發現 但是往往這類的病人 疾病已經到了比較中期或後期 因此治療效果不好 病人的癒後也比較差 近年來政府針對比較高風險 得到肺癌的病人 例如說有抽菸死 或者是有肺癌的家族死 或是有一些輻射暴露 污染物暴露 或是肺部長期處於發炎狀態 這類的病人就呼籲做 地基一樣的胸部電腦斷層 針對局部的病人 也有做免費的篩檢的補助 這類的病人 他就可以在比較 還沒有產生症狀 也就是說 腫瘤還比較小顆的時候 就早期發現 存活多久 跟存活過程中的生活品質 其實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是被診斷時候的起訴 只要越早期診斷 其實患者的存活跟生活品質 都能夠最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一直推早期的肺癌篩檢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透過低劑量電腦斷層 其實是可以非常非常早期的 診斷出肺癌 當然原因非常的多 有可能是第一個 我們的室外的空氣污染 也會有造成這樣子的情況 還有的就是室內的一些食棉 或者甲醛的這樣子的一些污染 當然更重要的是 是不是有所謂的家族史 家裡的人如果有肺腺癌 那自己的一些兄弟姐妹 子女有血緣關係的人 得到肺癌的機會 相對上也會比較大 主要的危險因子的話 包括吸煙 或是二手煙 三手煙 這些都要避免 其他因素的話 還包括環境的污染 比如說空氣污染 或是汽車排放的廢氣 然後還有環境中 可能要小心 要避免接觸的輻射線 然後還有小心職業鋪路 一些致癌因素要避免鋪路 另外的話 如果有慢性肺部疾病的問題 或是家族遺傳的問題 都是一些肺癌發生的危險因子 醫師提醒 女性45歲到75歲 男性50歲到74歲之間 如果家中父母子女 或兄弟姐妹有肺癌 務必要提高警覺 積極篩檢 早期發現手術治療 提高存活率 TVBS新聞 廣告文 廖廣斌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天啊 嘉義又神奇啦 嘉義市民都要撥款了吧 超新的 對啊 他這個油好香喔